大家好,我是潘大师,欢迎收看订阅我的频道观众,过客的击球手,面对的是Celia的蜡像师,教授杂技击球手拥兵,这个阵容打蜡像师,还不错,至少前期的签证的那一集还挺强的,教授的话可能带的是一个飞轮吧,知道中,教授如果带个飞轮,杂技的话可能是个人, 一个薄命,两飞轮,两薄命,这边上来追傭兵,追傭兵有点难的,这个局如果追傭兵的话,我觉得穷者机会还挺大的,因为这傭兵,我这傭兵两个户必交掉,66不动,但抓这傭兵,节奏始终是亏的,我觉得节奏始终是亏的,就他救下来以后,他这边还自带薄命的,那这样的话,接手第一波来救,其实就挺舒服的了,本来还想着,对吧,我没薄命, 万一队友倒了我来救,这救下来有点尴尬呀,看到傭兵再剪一个小鳞片,好的,待会救下来以后,自带一个薄命,我先顶铃,扛刀,能扛中最好,扛不中嘛,反正我也自带薄命,还得多拖一会儿,进度给他揪手,揪手的话,这里想打架,应该是来不及,应该是来不及,我往后挂就行了,我不挂这边,我往后挂,揪手这边的位置 刚才应该是被看见的,所以说,大致的位置能够知道,看这波救人啊,主要看过客这波救人,或者说,看他救完人以后,那一棒子挥的怎么样,直接挥一棒子打开嘛,躲到,想拖时间啊,这边抓住拖时间,然后再起爆发,再一棒子打晕,好的,这波救人很舒服啊,身位上面拉过来,然后扛,飞轮躲掉, 那边的话,佣兵的那个鳞片是已经交掉了,那这边一刀打中,佣兵拉一个位置,然后来跟击球手进行一个,也不叫配合吧,就找一个击球手舒服一点的位置倒了,看到倒哪里,倒在这个马戏台的高台上面,镜头给到击球手,过客,这边蜡相师的话,如果说喷蜡,打一刀,后续是可以用闪现了, 来带人的,砸板子没砸中,闪现,哎,好的,那这样的话,把击球手击倒,应该是保平真胜了,这波的话,怎么说呢,刚才这块板子没砸中,过客有点贪了,因为那个位置,我们上级时要来看呢,又感觉他脚趾头好像在这个板子中间,但还行吧,为什么呢,因为这边还能再来救一波,砸技来救一波,救完人以后,击球手这边是可以交自己的,交完自己以后再打一波架,他们如果说想打架, 可以打,但机子是不够的,机子是不够的,现在的话差两台一刹,就这边教授修掉以后还差两台一刹,所以这个机子是肯定不够的,就待会要打架,打到什么程度呢,就继续手,半血继续手一个人保,然后砸技把这剩余两台机子给打了,一抱子先打开,好的,再捡球,起爆发,再补,这抱子没能打中,或者说没能打出来,拥兵拉的身位不足, 不足以能够让他,杂技再保,这个时候杂技其实可以回去了,我觉得,杂技可以回去干嘛的,把这机子摸起来,然后来尝试保,我觉得这个,刘宾应该是走不了的吧,换挂了,换挂了好像是件好事啊,机子是教自己的,杂技没被挂上,外面只有两个活口,但是优兵这边可以补给,教授可以来打架,可以来救人的,他但凡把这个杂技救下来以后, 他是可以顺励把这个机兽给摸起来的,所以说这个局势有的打,但是傭兵这边的话,位置是不能,不能被暴露的,他这边暴露的话,那好像也打不了,起个热蜡就行了,起个热蜡就行了,丢个蜡快,飞轮,哎,这边的话,人好像能救下来,但是人救下来这边, 教授会早,那我把教授先挂上,你外面两台机子,机兽手的话,这边是傭兵摸起来的,再换挂,过去压密码机,因为这波傭兵回来,我倒是把这傭兵给算漏了,忘记了还有个傭兵这回事了,傭兵回来把机兽手摸起来,其实机兽手还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战略,因为他手里两颗球,傭兵手里还有一个薄命,机子的话,我们来算一下马戏团,里面这台机子, 不是,起点这台机子已经有人在修了,那机子其实差不多够了,傭兵这边的话,但凡待会儿能够把人救下来,因为现在场面上面只有傭兵这一个是上挂飞,其他人都不是上挂飞,那我这边只要待会儿套一波薄命,是不是就够了呢,傭兵这边机子修掉,然后我去救人,这不会盘活成一个四人开门战吧,强修,棒子, 那这边应该是一棒子,然后把人直接救下来吧,救下来起爆发,帮忙死磕,没打中,没打中,飞轮躲到,密码机被封住,这波其实我觉得傭兵就可能会更好,但是路人机可能没有办,有这么好的一个交流和配合,这里教授倒地,杂技的话这边密码机还被封着,傭兵这边的话,好像拿着也没辙呀,这样的话挂飞,挂飞, 那边密码机应该是能点亮,但是这三个人都不是天门,那像是手里有一个闪现,闪现追谁都可以,闪现追谁都可以,但是他不应该反向追,他应该是往门边追,就是谁在门边我追谁,而不是反向追,我觉得反向追的话呢,这边即便将人击倒,那边门可能也开了,这个就盘平了,盘平了,确实这个级别的求生者啊, 他有一个底牌,不好意思,有底牌,有底牌我觉得也应该是那个,管门边会更好一点,你传另外一边门嘛,因为这边,这两个人,傭兵是上挂飞的,对吧,然后杂技的话,杂技是个二挂,你击倒谁都可以,击倒一个上挂飞能挂上,击倒一个二挂的,其实你挂上的也差不多能飞, 然后求生者这边要跑到那边的门去开门,相对来讲,我觉得会,没有那么容易一点吧,现在的话,这边跑过去,这个距离,18秒的门, 应该是开不了吧,因为他这边可以远程丢个蜡块的,看一下,就是他没有走到门,他就可以先把门给封了,这18秒, 杂技先顶出来,杂技先顶出来,远程,这边的话,这个蜡能喷到吗,这么远就喷到了,我本来想象当中还丢块蜡块什么的呢, 那这样的话,两个人开车,哎,我还没上车,最终还是打成一个多抓,因为这烈势确实有点大, 那挂上的话,应该是跳地窖,开门,一样一样一样,都可以,都可以,都可以,两边门其实都开了一半了, 哦,这个超远的高射炮封门,我以前倒是没怎么见过,能封这么远啊, 哎,心内轮传送好了,飞轮躲到,再开门,不行,好吧,全部在蜡像师的掌控之中啊, 那就当我刚才那个话没讲了,什么不该往反向去追人,人家掐的死死的, 感谢大家吧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